彰化線地標八卦山大佛 常年風吹日曬雨淋 導致外觀受損 經過多次的招標 在二零二一年啟動修復 歷史一年多 終於竣工完成驗收 在玉佛節當天是正式亮相 外觀從原本的黑色氣 專變成有光澤的巧克力色調 賦予歷史建築新生命 宏偉的外觀搭配明亮的眼神 讓彰化八卦山大佛 看起來更加莊嚴 而歷經一年多的整修之後 大佛看起來更加亮麗 而膚色也和之前大不相同 就比較陽光吧 對啊 以前比較暗沉嘛 現在有有有腹膚 應該是黑色會比較專長 你喜歡黑色就對了 他本來是黑色 對比之前的樣貌 大佛從原本的偏黑色系 轉變成為較為亮眼的咖啡色 有民眾形容成巧克力色 彰化八卦山大佛 在一九六一年新建完成 最近已經有超過六十年的歷史 不僅是彰化縣的地標 更是不少彰化人成長的回憶 也在二零零二年 列為歷史建築 但多年風吹日曬 外觀掉期受損 彰化縣府從二零一九年開始 辦理修復工程 但是卻因為缺工和疫情影響而延宕 雖然過程一波三折 但在多位國內降失的修復下 八卦山大佛終於在玉佛節這一天重新和外界見面 雖然外觀稍有小小的不同 但不變的是彰化在地的歷史和記憶 記得林健身王龍濤 彰化報導